位在外澳山上的投城镇白和陵园 自身山林环境清幽 可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政公署在农历七月的良辰及时进行秋季法会 新的许多家属带着鲜花供品出席祭祭 而法会由政长蔡文义 正名代表以及里长共同来祖祭 向供奉在这里的仙人 前程烧香祭拜 献花献果仪式庄严隆重 宗拜 贵宏特大仙人合罗免 祈願养世间孙平安 这是我们头上百合零年 秋季法会的日子 我们很少人的父亲 来到百合零年 这一拜就要我们的仙人 祈求 就是我们的 大来可以平安 可以顺势 我们的仙人 因为你百合零年年 这个安息 我想 头上丁公所的传队 这个做好专业 最好的方向 无论是分副的经历 或是骨头 骨头 骨髓 经济的部分里面 都 很认真 很打招 所以说 我们这些乡亲 可以很放心 我想 收尾法会 一年 一拜 在我们的年轻时 也有写整个法会 一年两拜 让我们这些 所谓的同心 可以来这些 都可以顺势 让我们的一切 都可以顺势 头城战公所 配合中原 普渡习俗 在农历的七月上旬 将八月十九号 到八月二十七号 定为百合零园 纳古秋季法会 祭祀周 开设祭坛 提供给民众 前来祭祀安宁的 亲人以及祖先 并请来法师 为仙人 送金回向祈福 祈求保佑子孙 平安顺遂 头城镇百合零园 秋季法会 期望借持 让后代的民众 缅怀祖先 慎重追缘 以及推广 孝道文化 宜蘭新闻记者 石世民 采访报导